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明 吴京 郑少秋等等纷纷送上花牌以表哀思 自上月底离世后 吴梦达及其家人以及好友田启文等人一直忍着悲痛 在为其忙碌深厚事 却了解整个仪式按照家属的意思 因此并没有大半特版 而因外界形式的影响 已经取消了追思会 一切都从前 并采取西方的传统仪式进行 而吴梦达生前好友吴君如 刘德华 林子聪 田启文以及备受大家关注的周星驰星也等人 都有前往士陵仪式现场悼念 送别吴梦达最后一程 另外郭富城 黎明 甄子丹 郑月灵 郑少秋 陈百祥 刘青云 陈晓东 古天乐 以及周润发等人亦有送上花牌之际 可见吴梦达在圈中的好人员 作为吴梦达唯一的儿子 19岁的吴伟伦一身素衣现身 他低着头在一众工作人员的护送下进入灵堂 吴伟伦曾经说过 他很喜欢看爸爸和周星驰的电影 每一步都看上很多遍 在他心目中 爸爸是英雄 如今要亲自送别自己心中的英雄离开 吴伟伦即便以口罩遮住半张脸 仍能看出他神情哀伤 周星驰跟刘德华 吴君如等人到现场送别 表现哀伤 下午4点10分左右 星也到场 逗留9分钟后离开 有报导指周星驰在现场对田启文说 以后还有什么可以做 就跟我说 十分关心吴梦达家人的情况 刘德华在4点55分到达 同样没有接受采访 逗留了13分钟 随后吴君如也到场悼念 他难过表示 达叔演过他的爸爸 三叔跟表哥 近年有不少作品 想要找对方参演 但达叔太红 没有当机 他多次指达叔离世很突然 我不知道他生病 也没有看医荣 最近10天一直想起他 有一种跟他相处的感觉 下午5点多 吴梦达的二弟吴丽达走出灵堂 代表家属接受媒体访问 吴丽达表示以哥哥为荣 哥哥一直照顾家庭 孝顺父母 关怀兄弟 大家都对他赞不绝口 家人更是个个视他为榜样 吴丽达又透露 在达叔住院期间 家人曾多次询问 要不要让母亲来医院探望 达叔一再拒绝 因担心年迈的母亲会担心己伤心 直到达叔弥留之际 家人才把母亲带去医院 见达叔最后一面 因为达叔一直很孝顺 不希望他留下遗憾 而达叔的丧礼 家人没有让老母亲来 担心他受不住 对于周星驰的到来 吴丽达表示是一般慰问 他指达叔生前有说过他和星爷的关系一直很好 被问到星爷在灵堂的表现 吴丽达没有直接回答 只说 我想每一位进去都很不开心 很伤心的 吴丽达也提到外界关于达叔经济出现问题 分家产等谣言 表示达叔早已经分配好遗产 但由于事出突然 他并没有留下任何遗愿 只说过放心不下家庭跟老母亲 此前家属发表的公开信透露 吴梦达于3月8日火化后 家人将带着他的骨灰返回马来西亚 吴丽达表示这是达叔生前的愿望 出院期间他就提起过 希望去世后能回到马来西亚陪太太和子女 记者问大概葬在什么地方 吴丽达表示要等达叔的太太安排 因为香港的家人不熟悉当地 同时吴丽达也表示 由于目前对马来西亚不是特别熟悉 具体地点还要再做安排 吴梦达在影坛纵横几十年 人缘甚好 深受爱戴 这当然是有原因的 与达叔合作过多部作品的金像奖影后毛顺君 亲自在报刊撰文 诉说吴梦达对他的影响 他说没有大哥 毛顺君是不会懂得演戏 3月8日也是吴梦达达叔正式出殡的日子 早上将会在世界殡仪馆举行简单的告别仪式 随后七灵就将运往香港 柴湾哥连城脚或葬场进行火化仪式 鸡骨灰最终也将被家属带回马来西亚安葬 截至3月8日上午 关于吴梦达的最新消息已经获知 吴梦达的出殡仪式已经正在准备之中 而且在填启文的负责之下 便已管外面的两辆送铃车已经就位 据港媒方面的消息透露 吴梦达的家属们正在准备最后的送别 每位家属都是满眼悲痛之情 只想多留达说一会儿 火化的时间与具体的后事安排并不对外公开 这一点填启文在吴梦达家属的副文之中已经详细地说明了 吴梦达的火化仪式只允许家属与部分亲友陪同 不对外公开 从3月8日当下的情况来看 在殡仪馆的一楼大门位置已经有两辆超大的铃车就位 尤其达叔的葬礼是采用了基督教的形式举行 所以灵车的四周并没有扎上鲜花 但具体的后续安排要不要扎鲜花 一切还是未知数 车辆已经到位 据现场的媒体透露 黑色的灵车有两辆 而其中主要有一辆车是宰达叔的棺木送往火葬场 另外一辆灵车则是安排家属做成 按照以往基督教会的安排 估计是达叔的儿子吴伟伦和达叔的弟弟 在家达叔的第一身妻子麦莉莉的一个女儿陪同 另外其他家属乘坐另外的车子到达火葬场 从场面传来的消息来看 有送别达叔的民众和粉丝们都已经手拿鲜花 为送别吴梦达做最后的准备 大家自觉地排队 在马路的两边 在灵车出来的位置等待着 3月7日 大家对吴梦达的不舍也看到了 老达党周星驰第一个到达灵堂 连同多星驰的姐姐周文基也来了 之后就是刘德华和吴金如 这内众多艺人前往灵堂悼念送达叔最后一程 尤其是达叔的现任妻子侯山雁 他在3月7日忙至深夜 才和儿子吴伟伦一起离开 可以说是对达叔尽心尽力 大家一起送别达叔最后一程 而在演艺界默默奉献了多年的达叔 备受后辈和同辈尊敬和喜爱的达叔 最终也将化作一缕青烟 对于吴梦达的离世 相信不少朋友多少心中还有些一难评 达叔今年也只有70岁 年龄也不算特别大 而且他在去年11月才在内地拍完戏 结果不到几个月的时间就与大家天然相隔 确实非常令人难过 不舍 据悉吴梦达每逢节日都会向圈中好友 发短信祝福的习惯 可是今年没有一位好友收到吴梦达的祝福 而也正是从去年年底开始 吴梦达的病情开始急速恶化 据悉好友林子聪透露 两人本来相约是在去年12月底吃饭 可是吴梦达最终都拒绝了 回到香港做了化疗 当时他还向林子聪透露 他只是向阎王爷去报了一个道 要隔一段时间才能见面了 吴梦达作为香港演艺圈的老前辈 纵横演艺圈多年 曾经在荧幕上奉献了一部又一部经典之作 饰演了一个又一个经典的角色 当然也给影迷送去了太多的欢乐 达叔作为一名演员 绝对是成功和值得尊敬的 最后希望天堂没有痛苦 吴梦达达叔能够一路走好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鱼姬太太的视频 欢迎点赞分享视频 并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